那么研究生的招生的原则是什么呢 我们研究生的中国研究生的只是就说考试考研 之后呢你要跟你的这个报考研究生医院的这个教授呢取得联系 他对你认可专业上认可那么你就可以读他的研究生 但是在美国这个研究生呢是非常公正的 没有任何教授可以去做一个偏差说我通过我自己的私人的关系拿招生这个研究生 而且美国的教授都是终身教授他不会做任何的舞弊 那他是怎么样来完成这个监督他的这个教育的招生的是公正性的 那么他主要三大这个决定因素就是我们在大学的这个学习的这个成绩 就是你在中国的大一大二大三我们要是申请美国毕业之后去美国的话 基本上我们提交给美国大学的成绩是大一大二大三期间的成绩 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你在大学期间的一些做的一些研究啊 还有包括包括你的一些社会的实践活动啊 包括和你和老师你的你你自己所做的你的这个职业方面的相关的一些实习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会计课程 会计课程你学的话你在什么会计事务所呀或者是在银行啊 在这种相关的和你专业相似的这种企业或者是社会中 你自己做过一些这样的实习活动是非常重要的 接下来呢就是你的英语能力 那么我们外国学生呢国际学生呢是会要求你需要有这种托福的这种语言考试的这种能力 这三个是非常重要的呃那么美国呢他对大学的成绩呢是呃一定绝对是第一的 那么按照我们中国的成绩平均如果是八十分以下的话 基本上你就很难将来去美国去读硕士呃 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说呢呃因为这是美国的硕士的最低要求 就哪怕就是说你看不上的那种很普通的大学他都不会要你的 所以呢这个标准还是很高的 那么我们同学呢就是一定要呃认真的去准备 因为我们大学里面的课程呢大部分都是期末考试的时候突击一下 这样的你本来学的这个知识就不是那么扎实 再加上你的成绩要不好 那么我们在美国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中国很好的大学的学生 就像什么清华北大这样很好的学生也有 因为他大学期间的成绩不理想去不了进不了很好的大学 相反呃普通大学的学生还进了很好的大学 像我们今年有一个学生他那是首都师范大学毕业的 因为他大学期间的成绩非常好 他的成绩是平均分是接近九十二分 那么我们今年给他成功的申请了到哈佛大学 那么就说是美国并不看重是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而是看你在大学大一大二 还有你这个专业这方面的成绩 那么这种公正呢 他每一个招生学院他会派出来五个教授 就说咱们说这五个教授叫A B C D E 这五个教授 这五个教授呢通通的每一个人都要把你的这个材料看一遍 看完A也说我同意 B也说同意 这五个教授一致同意 那么他们会很快的给你发一个通知书 如果这五个教授里面其中有两个教授不同意 三个教授同意的话 他会把你放到waiting list里面 如果五个教授通通的一看 你什么都不好 那他也会很快的给你发一个句信 我们学校很抱歉 我们学校不能接受你 那么你赶快去申请别的学校嘛 你不适合我们的学校 所以呢就说这样的话 这种公正性呢是非常的高的 就很难有一个教授说我为了某一个学生 你不能把五个教授通通的都给他关系都搞定 那么我们在中国的有些中介呢 就会给我们的学生在宣传的时候说 利用我们的这个中国的这种社会的这种习惯呢 就会说我们和美国某某某大学有合作 我们和某某某教授有非常好的关系 这些呢我们能保证给你申请到什么什么 这样的话是在美国呢是肯定是行不通的 因为五个教授他是终身的 他的信誉要置于他的生命之上的 他不会为某一个机构去商业性盈利的机构去做这些 违背他学术的这些信誉的这些事情 所以同学们一定要必须好好的学好大学成绩 这些信誉的这些信誉